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假动动一下 然后再什么东西 我们是真的在旅行 这系很多地方太鲁阁啊 然后心意香啊什么的 兰语都非常期待 可是回到这个地方 你对一切都太熟悉 你也太保护 然后你会知道差别 知道什么事情是不会在的 然后什么人看不到了 什么地方就是危险了 你不能再跨过去一步 看到什么走啊 就地重流最可怕的一件事是 你过去一直以为的那个气味 你以为是那样 可是其实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不一样 甚至你会记错 甚至你跟某一个人在重逢的时候 你记得当年你的美好 可是他不记得了 他却记得了一个你所谓的美好是不一样的 这部电影也有一个很玄妙的地方 就是一直是你所认定的美好 跟他所认定的美好 跟他所认定的美好 不一样的时候该怎么办 你所认为的伤害 跟他所认为它不一样的时候该怎么办 但是你知道吗 当那个火车的车头 冒出第一个柴油的那个便宜的味道 从空间中从窗户里面传来 就发现好像是一样的 可是最大的发现是 我在以前 我的记忆完全是来自当时的云雾 冲进来火车厢像电冰箱一样 我想要找回那个记忆 可是那天我最大的感动是 我好像这一辈子 我没有看过我弟弟的表情 我因为拍这部电影 我看到我弟弟的表情了 我看到我爸爸的表情 我因为从来没有看过那些表情 所以我一直在追随着某个记忆下去的时候 我当然这辈子困在某个记忆里面 我也不知道我其实这么爱我的弟弟 我也不知道我的爸爸这么爱 这两个小男孩 我也不知道我的爸爸原来在看到 一颗神木可以活得那么久的时候 他多么想要用一切的方式 回到他的老家 跟他妈妈说 妈 我带着我的两个儿子看到 阿里山的神木了 导演我们刚刚真的到了那个太鲁阁 到了神木上去 对你来说就地重游的意义是什么呢 每个旅行的人 你照相机里面最后一张旅行的照片是什么 那是你决定这次旅行就结束了 然后你就关机了 我就后来去检查 我那个相机里面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乱的 看不清楚的 是一个小飞机的飞机舱要关上去的那一刻 露了一点光 然后你按下那个快门 原来这是最后一张 是这么不舍 那我看倒数第二张 倒数第二张是他 跟蓝运的原住民的朋友 在那飞机上抓到栏杆 跟我说再见 他做了这个动作 当年他是因为这个动作 可是倒数第二张 他跟别人一起 这个旅行最残忍的是 两个明明一起出发的人 到最后分道羊 是猜的 各自回去 你们吵架了吗 要救硬碟 对 因为我们上了天池 跟拿鱼枪下来之后 似乎破坏了蓝运的规定 我们好像也接受了一个惩罚 在蓝运的时候 硬碟怎么坏掉 然后被迫这样离开 结果我在上飞机的时候 就知道这是一个 原来旅行是怎么过的 你自己走了要救一个 不晓得会不会有的承诺 对 然后你上飞机的时候 你就已经想到说 他等一下要一个人 骑回当时所有来时的路 我们是两个人来的 对 可是你要一个人骑回去 过去所有的路 我不晓得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能40分钟就到台东 对 再20分钟我就可以到台北 对 可他可能要一天或两天 然后我要救一个未知的东西 然后我记得倒数第二画面 这些人跟我说的不是再见 而是跟我说 一定要回来 是回来 为什么我才蓝运待七天 我有一个像家人一样的 跟我说 你一定要回来 你一定要回来 然后你进了机舱之后 你就不能再打开那个相机 那个小飞机很小 你再破坏一下 应该我们就最害 所以我们就从那个 那个座舱的玻璃 就一直看 看着你慢慢的升空 然后那个引擎声比直线加速 失望的声音还要大 大到你自己搞不清楚 你自己现在在干什么 然后那些一直跟你说 一定要回来 追着你的飞机 一直跟你讲 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回来 就一直追着你 就这样一直追着你 我不晓得我这辈子 有什么时候被追过 然后我在天上 我想我爸爸就算在天上 他也没有看到我这样追着他吧 然后你就想 你会回来吗 有一天你会回来吗 你真的会回来吗 那如果你要回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回来 所以五年之后我就酝酿说 好 我有一天要拍这个电影 我会让全世界人都看到 有一个小岛 在送你走的时候 是跟你说 你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回来 这世界上有一个地方 是因为你走的时候 会说一定要回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开始有了就地冲的旅行 我里下了名单 我重新再见到我失散的朋友 我就开始有了所谓就地冲的旅行 可是五年前我是非常排斥的 我们先把时间倒转一点 蓝宇这么特别 你离开的时候是如此的感伤 其实你们去的时候 应该也很戏剧性吧 这应该要 直线加速之王到底要怎么去 好 我应该要到 我应该要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你们的旅办里面 除了两位之外 还有一个最佳男主角 对 是一台重机车 叫直线加速之王 他是一台两百七十公斤重的人 如果再加上我们整车 有三百多公斤 所以他怎么去到兰宇了呢 去兰宇其实从台东出发 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坐飞机 一个是坐船 那飞机是小的 所以车子基本上上不去 所以只有坐船 那那一年我们等船 等了好几天 我记得我们在饭店等了一天 因为浪太大出不去 等一天两天之类的 很长的时间 其实很自由 但是你却在等待 好吧 那总算等到船了 所以船来了 我们就想办法 把这个重机就架上去 所以重机就架上去 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车太重了 没有办法像一二五一样 扛上去就可以扛上去 所以必须等到那个船 跟那个浪潮 等那个浪 让船面跟码头一样高 车才能过去 为了要迁就他 其实还蛮辛苦的 还蛮辛苦 就还是不成 后来我们就用吊 吊的 你就看一个两百多公斤 在那个轮 就是轮船上 吊吊吊吊吊吊 就是平常在的 会飞了 对 就飞上去 那你站上去 你觉得很开心 哇 我的船就要到蓝宇去 而且蓝宇的朋友 所有的男人都在等待 这一部直线 家族之王能够到蓝宇去 因为那是他们岛上 第一台重型的 重型机车上去 所以所有人都很期待 包括我们自己都很期待 那船出海 风平浪静 觉得很舒服 但过不多久 浪开始来了 浪开始来了 那过不多久 我就听到我这个导演朋友 已经在 飞吐了 浪太大 而且那个浪是用撞的 因为浪很大 你那个传板线 很像心头很撞 这样撞上去 那我一个 一个闪声 我就发现 他吐了 那我的车呢 因为我的旅行当中 有两件重要的人 跟事要顾好 一个就是导演 一个是导演 一个是你的直线加数字王 对 所以 等我一闪声 我的车呢 赶快爬到前面去看的时候 疯了 我的车已经被浪 全部都打掉了 全部都打了 全部全部 应该不太能够被海水机打吧 因为那个很容易生锈 车子是绑死的 没有问题 但是更可怕 你好像 好像一个人被绑在那里 但是任由人全部去侵犯他这样子 那车子不怕水 超不忍心的自己的爱车 被海水机打 车子不怕水 因为你下雨天你都可以骑 我最怕就海水 海水 对 所以那个到莱泥岛上 其实是怕不动的 然后他是知道 我们要出这个书 他觉得他要做的 就是帮这个老哥 把这个所谓的最后一面 一定要拍下 那他说车没有了 没关系 还有这张照片 哇 君豪 你真的是 所以我真的 旅途上最可靠的伙伴 就是这样 各大厂牌游泳裤都穿过 唯一没有穿过的就是 蓝鱼的丁字裤 所以我跟他要求说 你一定要帮我生一条 蓝鱼的勇士的丁字裤 然后再骑上直线加速自亡 你帮我拍张照 我就了无心意了 就OK了 我觉得这真的很大男孩 小叔有点幼稚 但是又很可爱 求你找到自己的看法 都直接考虑